finger style最重要的兩個元素就是旋律嘛 當然是最重要的 就一定要有 另外一個我發現老師很喜歡做的事情是bass方面的 其實我有稍微再去看一下老師所有的編曲跟彈奏 其實我發現老師的聲音很乾淨 我會這樣形容就是沒有過多的聲音的渲染 老師的和聲並不會說很簡單 它並不是一個真的就是那麼簡單的東西 但是老師挑的音也不會到那麼多 所以我就會好奇老師是怎麼樣去挑選這一些東西的 把旋律放在那邊了以後 你怎麼樣去把你的bass加進去 然後怎麼樣去挑選你的聲音 把這一些東西加進去 然後讓它變得這麼精準 首先我覺得我的bass是有慢慢在 經過這麼多年我也特別去注重低音的演技 就是我在早年的時候 例如說像經典一的時候 我並沒有那麼重視更音 真的嗎 真的 我後來是因為其實我主要研究鋼琪輪典 日本的這個紙彈大師 他非常注重低音 他本人親口講過 他說低音的這個走向是他非常重視 這個給我一個idea就是說 其實一個bass手在樂團裡面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就強化了增加了bass手的工作量 這是第一點 所以讓低音更豐富 因為低音你其實就改變了整個和弦 一個音就改變掉 改掉和弦對不對 再來一點就是說像古典音樂古典吉他的話 他的民謠吉他有一個最大的差異 我個人認為是他在旋律的安排上不太一樣 在民謠吉他因為民謠吉他是鋼弦 所以我會善用很多空弦的音 他的空弦音彼此交錯 比方說你dó跟rê同時響的時候 他是一種很奇妙的一種二度的共鳴 但是古典吉他他不太會讓dó跟rê同時一起震動 他dó跟rê可能是dó、rê去分開去唱出來 所以古典的旋律是很一顆一顆的 就是比較現狀 但是民謠吉他的旋律他可能有時候會變一片 因為不同的旋律 我說老師的聲音很乾淨的意思就是 有的時候比如說自己在操作的話可能就是方便 然後像比如說剛開始在教的話 學生就是能力還沒有那麼夠 就會變成說很容易會盡量要求他們多留一些聲音 不要讓聲音一直斷斷就斷掉斷掉 按到最後一刻 對然後這樣子雖然說很容易讓他有一個假象是 好像很多然後好像很滿有一個假象好像很好聽 可是其實事實上你再去多比較一些不同的談法的時候 就會發現其實那個很雜 就是聲音很多 但是我剛剛講的乾淨就是老師並不會有這樣子的狀態 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玩 我要解釋一下這個部分 因為你剛剛有最早提到 結果發現很多人編東西 他會出現一個情況就是 他的聲音同時出現太多 那同時有出現主角 但是那個配角聲音又跟主角差不多大的時候 你就會搞不清楚重點在哪裡 會模糊掉那個焦點 就是沒有同時出現太多 你主旋律跟副旋律 你沒有分隔開來 所以副旋律出來又干擾到主旋律 你就聽不懂他這個歌到底是怎麼樣 更慘的是如果你沒有聽過這個歌的時候 你就不知道他在幹嘛 太複雜了 所以一定要讓這個主旋律在第一主角的位置 其他東西都是配角 你這樣子配起來的畫面才會是乾淨的 就不要讓配角講太多的話 太多的對白 去干擾到主要的主角要講的話 這個是我的第一原則 創作也是一樣啊 這是不是也是老師剛剛講到彈奏簡單的其中一個方法 可以讓他的彈奏變簡單 對 因為有的人刻意要展現他的演奏功力的話 就變成說很像很多爵士 爵士吉他手就是主旋律彈一彈 然後馬上有一個副旋律 在旁邊 然後又回到主旋律 然後又副旋律 搞得很忙這樣 可是郭宇哥真的不太適合這樣 對 你就弄到最後 主旋律也沒有演好 副旋律也亂七八糟 所以我一直覺得 華語歌曲是另外一個文明 我只能這樣講 他真的是有一個自己特色的東西 對 那剛剛聊到挑選音符 我也會好奇一個問題是 旋律架構本來就在那邊 對 那老師是先決定他的 要怎麼樣跟旋律搭配的和弦架構 和弦進行 對 因為我看也有一些歌曲老師 其實改的蠻兇的 對 像比如說 我願意 然後加厚 是我最印象深刻的 加厚 對 比較 改超兇 呵呵呵 完全完全變調 對啊 所以 是先決定和弦架構 然後再去挑選裡面的音符出來 把它彈出來嗎 好 我通常會有一個SOP 就是 這歌我一定 我一定會先把它的原來 我聽到的歌新唱的版本的譜 先踩下來 melody 踩下來嘛 和弦抓出來嘛 對 對對對 至少先有一個版本 對對對 然後我就會按照我像 我幫流行音樂編曲的方式就是 這些和弦是不是可以改的 比方說舉例來講 以C調來講 四集是F對不對 F到G 它原來是這樣子走 那我可能就是F 然後到一個深F的根音 再到G 就我覺得這個地方可以再加一個 D Overson F 這樣 這就是改編嘛 Rear 這個Harmony 就是和弦改編 好 那這個整個弄完以後 這是一個版本 但是有的時候 我會突然有一點聽到 例如說 愛樂電台突然出現一個古典歌音樂 欸 這個東西不是跟我最近編的那個 感覺上好像有一點可以 可以混進去 對對對 對應上 欸我覺得這個走法不錯 然後我就 我就把這個弄成那個樣子 所以有時候 你會在生活中找到靈感 比方說像Gay Out這個歌就是 就是從這樣的一個狀態 我聽到一個古典吉他獨奏 我想 欸這個調不錯 可以用這個這樣的Sound去走 然後我就把它套進去 套進去 然後當然 中間改的 很辛苦 因為 不是說套進去 直接可以套進去對不對 你還要去想啊 對不對 這個地方 欸走到這邊卡住了 那這個 下面該怎麼走 就要 就要去把它慢慢想出來 但是 你如果沒有經過這個靈感的 這個 一瞬間的這個火光 那你可能就是 我這個Gay Out 我可能就不會有今天這個結果 各位歌 可能聽到的就是 原來那樣子 就是 就是CIA 賣這樣子 其實真的 就是 練習人生的經驗 然後歌曲的練習 然後慢慢從歌曲裡面 學到的各種配置 對 除了你在專業的經驗以外 其實還是要有靈感的加入 它就會爆出一個亮點 從各種不同的 過往的歌曲經驗 學習 然後把它套入 所以是不是可以這樣講老師的改編 有點像是先把歌挑好 然後 當然市場那些定位那些就 可能或許要想一下這樣 然後 接著老師就會踩譜 然後或許 試著改編一下裡面的 合聲狀態 對 然後再把它 對 旋律抓出來 貝斯抓出來 對 然後把它弄成 只彈吉他的樣貌 對 我再補充一點 比方說有些歌它可能很紅 但是你就會覺得把它弄成吉他 就是不好聽 例如說你看 江蕙的 酒後心聲 這歌多紅啊 就大家都會唱 可是你用吉他去彈 就是 覺得它就是很單薄 它就是很 很沒有價值的感覺 有一些歌改起來就是 對 它唱的 怪怪的 一定很爽 唱有點帶有點酒味這樣唱 可是你用變成演奏 就覺得它小氣巴拉的 就會覺得它不適合 就是不適合 它的精緻感也沒有 它不適合 所以這樣的話 你就只好忍痛 不要去編它 去找更適合 有時候有些歌 它可能在 唱歌的作品裡面 不怎麼起演 可是它演奏起來 就特別好聽 就是會有這個狀況 這個就是你在編曲的時候 要去取捨 別以為大哥 大的歌 編起來就一定會好聽 不一定 不一定 你編遷你之外看看 看會不會好聽 保證不會好聽 小歌唱的那一段 好像會不太好弄 而且我跟你說 重複太多的旋律 你去編成吉他就會很無聊 對對對 因為唱歌還會有歌詞 對 沒錯 對 這個也是 只彈吉他會遇到的一個問題 就沒有歌詞 對 對 就有點像是 比如說一些rap 全部都是那兩個音這樣 整首歌都那兩個音 然後就一直彈那兩個音 然後就會變成 因為我從這本書的編曲 我有體驗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有些旋律用唱得很好聽 可是變成吉他彈真的不好聽 那個時候你就 就不要再執著 對 確實 那再回到剛剛的bass line的問題 就是 我的想像就是老師會先把和聲都 先架構會先編完 這樣子 bass要落到哪一些基本的點 位置 其實在第幾拍啊 大概在哪裡要落到什麼位置 就會有一個方向 所以應該是這個樣子吧 對不對 對 先有和聲的架構 對 然後再開始去做 bass上面的優化 對 那我有看到老師會用一些很有趣的bass的線條 去跟主旋律做對話 這個也是因為之前的經驗嗎 還是你有刻意想要這樣做 這是你的招 這是刻意的 因為我會把低音 想成單獨的樂器 就像bass手 那我再插題一下就是 這個會這樣子想的原因是 因為老師有接觸到古典的訓練嗎 不全然是 當然我剛剛前面提到鋼琪輪典說 他很注重低音的走向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如果把吉他這個樂器 把它想成弦樂四重奏的時候 你應該要分配四個人要平均一點 你總不能大力琴老是分配他根音來拉 那他一定很無聊 所以你要分配多一點工作給大力琴 這第二個 那第三個就是說 你要能夠欣賞轉位這件事情 因為明堂吉他一開始學和弦 所以大家其實把和弦按緊就不容易了 更不用講說你去想說轉位這件事情 那轉位這件事它是一個美感的轉換 那當然原位和弦 原位和弦就是原汁原味對不對 當然你二轉三轉 它都有不同的味道 所以在什麼時候要轉位 什麼時候要原位 這就是你要慢慢去體會 這叫做轉位的藝術 那轉位再加上更音的移動 還有voicing 這個和弦到下一個和弦 它中間的低音的voicing 可以怎麼樣移動 還有一個關鍵點在於 你如果寫成五線譜就會看得很清楚 你如果寫成六線譜就會看不清楚 所以我必須強調五線譜還是很重要 因為在五線譜就可以看到低音的那個 豆芽菜朝下的音符 它是怎麼走的 那它的拍子是怎麼樣的 所以古代人強調五線譜不是沒有道理 轉位這件事情真的也是很深 這個水很深 那為什麼彈鋼琴的人都會很強 因為它鋼琴從小就是看五線譜 對它轉位就是一目瞭然 我們左手該怎麼安排 可是我們彈吉他的人 我們就很難去體會 把轉位變成一個習慣 除非你有特別去受過 比方說爵士樂的訓練 爵士樂每天大家在那邊轉位 就是按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那全部都是轉位 所以除非你有特別經過學院派的訓練 不然你沒有吉他 其實五把根音按好都很難 還要去講轉位類似的 而且就像老師剛剛講的 每個不同轉位的美感都不一樣 這個真的也是需要時間去 去體會 像我之前也是幾年前也是 當然現在也還在做啦 然後但是我幾年前慢慢的 初步的知道轉位很重要 然後開始想要去 體會不同轉位的美感 是 喔那個真的很難欸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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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